明星代言屡屡翻车 继马一粒代言奶茶店翻车 被卷入七亿诈骗案后 李维加代言的奶茶店出现问题后 奥运冠军张继科也陷入了舆论风波 深陷5000万诈骗案 超过100位受害者讨要血汗前 9月13号 有用户在社交平台爆料称 自己加盟了张继科联合创立的奶茶品牌 猴子的救兵 但是该品牌虚假宣传部说 还没有进行特许精英卑案 自己损失了将近5万元 随后另一位加盟商表示 自己之所以加盟 便是冲着张继科的名气 于是加盟了两家奶茶店 然后交了钱以后 曾经承诺好好的加盟服务成了幌子 不仅如此 自己还被拖欠贷款 损失高达近百万 一位网友简单介绍了事情经过 该品牌打着世界冠军张继科创立的茶饮品牌 这个名义开始加盟 号称17天开出了100家粉店 因为非常信任张继科 他是一位优秀的国家运动员 还是奥运冠军 而且张继科不是单纯的品牌代言 而是联合创始人 这让不少加盟商都觉得非常靠谱 选择加盟后 却一直等不到品牌发布会 也没有看到品牌宣传 而且公司根本没有招加盟的资格 受害者醒悟过来纷纷提出 解除合同并退款 对方不仅一拖再拖态度恶劣 甚至为了逃避法院强职 将公司资产提前转移 从维权群的人数来看 竟然高达128倍 很多人都压上了全部身家 甚至抵押贷款开的店 然而这个加盟商 却任由他们自生自灭 这位网友表示 该品牌仅加盟费 就收到了4500万 他们希望张继科和法人赵子坤 能负起责任 给受害者一个说法 此事一出舆论甚嚣尘让 当然也有一部分网友 认为受害者是活该 也不想想有这么多人喝奶茶嘛 加盟的时候就不动动脑子 这种受害者有害论 真心希望能越来越上 大部分网友还是清醒且理智的 表示既然是利益共同体 出了问题 自然要一解承担 根据该品牌账号多次宣传 张继科是联合创始人 多被受害者曾提到 该品牌对外宣传口径一致 因为张继科国家运动员的身份太特殊 所以没办法在公司股权关系中体现 类似于熟人或者亲戚带持股 这种情况相当常见 小编就不多做解释了 那么张继科与该公司到底是什么关系 9月13号晚 猴子的旧兵公司实习控股人赵子坤表示 张继科不是联合创始人 随后又解释道难道有股权才叫联合创始人 名头这个东西没办法说太具体 既然不是为何在宣传的时候 称他是联合创始人呢 赵子坤说他自己不清楚 但张继坤应该是知道此事 有意思的是 2021年5月30号 某品牌管理公司收购了猴子品牌 张继科曾出席签约仪式 调查显示这家公司与赵子坤关系亲密 6月8号 张继科在本人的社交平台提到了该品牌 对其称赞有加 这是张继科唯一一次在其社交平台提几次品牌 值得注意的是 这并非奥运冠军第一次在代言上出事 2020年6月 刘国梁卷入一起案子中 由汪涵刘国梁代言的某借贷APP 出现了对付困难的情况 约37万名用户 共计230亿元投资 有可能面临血本无归的情况 因为北京开始立案侦办 随后汪涵表示自己早已不是代言人 直到7月5号 真正的代言人刘国梁接受采访 首次对此事发生 表明自己曾在2018年5月到2019年间担任代言人 得知自己曾代言的理财产品出现问题后 自己已经第一时间敦促平台妥善解决 因为损失巨大 仍有不少网友认为解释太牵强 近年来 体育明星在娱乐场和商业圈的影响力整体提升 2016年张继科里约奥运会后一夜爆红 为当代中国体坛最具人气的运动员 更是成为网络第一当红明星 据悉张继科一个人的商业收入就超 超过了国评其他运动员以及教练员的总和 但他在综艺上越发活跃 此前的恋爱综艺早已深入身心 随后更是助力武汉复工的直播秀中 上演最真实的一面 边吃边播 引来了超过1900万人的观看 可见其强大的带货能力 某其渐渐开业作为全能分享官 张继科再次通过视频送上祝福 6月4号张继科跑到某品牌直播间 玩起了带火直播 618晚会张继科现身各大晚会 带给粉丝们进歌热舞 那么张继科的上综艺稿直播 而且签约新代言的这些事 都是谁给打理的呢 他背后的东家又是谁呢 有人说他不户正业 心思全放在了正前上 其实他每一次商业活动 每签一个活动 都是经过国评领导批准的 而且他的收入都是按照比例上缴 据悉国评的所有开销 都善照国家规定定额搏击 算得上是清水衙门 张继科挣钱多了 好歹能给大家带来一些补贴 对此也同样热衷上娱乐节目 参加商业活动的刘克良表示 这样有利于乒乓球运动的推广 因为身体的伤痛 张继科只能选择半退役 换一种方式来为乒乓做贡献 当然还是希望他能珍惜羽毛 不要被名利迷花眼 规划好今后的人生 对此观众老爷们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参与捣乱 我是传奇君 咱们下集不见不散